亲爱的或者亲爱的都可以 但是你要在这个律动里面 你不在这个律动里面 你知道这首歌的律动是啥吗 你告诉我这首歌的律动是什么 嗯 你认为它对你来说 是一首什么样的流行歌曲 抒情偏快 你只是在形容它的 在你唱的感觉上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曲风的话 你就不知道律动是什么 这是一首rmb的曲风 rmb 嗨我是梅梅 这个频道是透过我20年教学秘籍系统训练法 帮助零基础小白 网络上自学唱歌的 记得点赞订阅按下小铃铛 关注视频描述栏 注册我为你精心打造的8周 领导麦芭比修课入门培训 掌握这些让你在自学唱歌的路上 少走很多弯路 周星哲他是以唱rmb的曲风为主 他写的也是这样的 只是每一个rmb的歌呢 有些很明显 就是一听rmb的风格特别的 那个律动特别的明显 就是有点摇摇晃晃 即便是在抒情歌里面 他不会唱的 撕心练肺的部分 但是他不会说一大片一大片的 像普通的流行歌 前面是一个慢慢舒缓的唱 然后到后面再冲上去高潮 然后再下来 他不是这种歌曲的结构形式 他里面是可以有畸形的地方 有很多里面有很多的转音 滑音 如果说你不知道曲风的话 你把它按照一个普通的流行歌唱的话 你的拍子是跟不上的 因为你内心的节奏感启动的时候 你是慢歌的形式 但这他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你想象的那种慢歌 所以为什么给你感觉到 你在唱的时候觉得这是一首 慢歌又有点快的感觉 你是这样形容的 你要多了解一些歌的曲风 你多去网上测试一下 你说现在流行歌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曲风 然后他有一大堆巴拉巴拉出来 那你每次拿到一首歌学习的时候 就想想这个歌是什么曲风呢 所以这样的话呢 因为每一个曲风的歌呢 对每一个曲风有一些 固定模式的感觉和要求 那在这个固定模式下 我们再根据具体的歌曲来判断 到底是怎么样 你比如说像陶哲唱他的R&B歌曲 那个味道一听就很浓 我们一听就觉得 啊陶哲R&B 马上就感觉了 像这个永不失恋的爱 你如果不细心注意的话 你就不知道他是R&B吗 你觉得好像 好像会怀疑或者说 不是很确定 为什么他的歌曲里面的那种 不像陶哲的那么的夸张 所以你感受不到 但是呢他们都是有这种 R&B曲风的律动在里面的 所以你要明确这一点 那为什么你的第一句 进来不对就是这样的原因 亲爱的你都在哪里发呆 有什么心事还无法释怀 我们总把人生想得太坏 对了 这个律动出来了 身旁人不允许我们的乖 我们我们的乖 这个R&B的歌曲很 康总的 没事 这个R&B的歌曲很多是有真假声的转换的 如果你用一个位置去唱 所有的声音都想用真声唱也不行 所有的声音用假声唱也不行 假声唱他没有声音的张力 全部真声唱没有转换的音色的差别 没有不好听 所以他很多时候是一紧一松一紧一松 所以 后面是松下来的 但是是轻轻上去的 对我刚才一说了R&B的律动 你不觉得你在唱前面这些字的时候 就开始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里面的一个律动和转音 其实是你自己意识不到的 但是你会觉得一想到那种曲风 你内心深处就会有一种激动 有一种内心的感觉就会带出来 OK 你稍等一下 我来跟你分享一下 这个《见面永不失恋的爱》 然后我来跟你分析一下 这样会对你唱这个歌比较更好 稍等我一下 去给你分析一下这几句之后 你就知道大概怎么样了 你现在唱的不细腻 你看从这一句句 它滑了一下 但是你容易把这个爱字唱成 这个爱唱的会有点点这个字 我现在跟你分析这个东西 不是让你完全去模仿它 我只是让你感受到 它的哪个地方唱得好 唱得好听 然后你再去琢磨一下 你该怎么办 所以你这个爱字字有点点 但是你的律动还可以 接着听第二句 有什么心事还无法释怀 有什么心事你唱的时候声音很紧 有什么你的声音出来的很多很硬 有什么心事还 但是你听它进来的时候 有字是 有是气声加进来的 再听 是弱弱的进来的 不是强硬的 你再听 是这样的进来 而不是 有什么 你就落实 落得很实在的时候 后面的地方 就没有办法听到 不一样的音色 你接着往下听 我们轻轻的加了一点气泡音 但是都是在很弱的很感性的这个部分在讲故事 但你唱得很硬 你是我们总把人身上的你虽然有那个律动 但是你所有都是一定要在你耳朵听得见的声音的掌控以内去做这个东西 但是其实它是若隐若现的声音 你能理解我这样说吗 你把它唱的每个字都太实了 它是有若隐若现的 再继续看下去 这些实的 弱的 但是你唱的时候 还是很 虽然你再尽量转换 但是你的声音还是都抓实了 继续 这个地方它才进来 每一片美才进来这个声音稍微扎实一点 但不是说一下狠狠 它在铺这个情感在递增 每一片与众不同的云彩 它有强有弱 每一片与众不同 慢的解析 每一片与众不同的云彩 它是有弱有强 OK 它不是全部是强的 你再听它 是吧 轻轻的 都是若隐若现的 如果我自己唱的话 我这里会唱的更虚一点 就是 就每个人的处理不一样 你可以这个地方弱 但你也可以像它那样 它那样是中间的感觉 就是 这个可能跟你生活的阅历 经历 你对感情的想法不一样 你的处理强弱也不一样 这个不只是完全技巧层面的东西了 它是有内在的一个修养 个人的处理的问题 好 这个就不纠结你了 再到后面 我们都进来的时候也是加点 我们都是不要太扎实 太抓得紧 知道吧 这样松着咬子 松着咬子 它是弱劲的 却无法习惯被依赖 慢慢的 才加进来 狠的 知道吧 但这个狠是小小的狠 处理的那种 小感觉 不是说 一来 不是大片的感觉 继续后面 不是一下强的 中间 middle 你给我这中间 这这一 依识弱的 这一辈子 都不相识 看到了吗 有真有假 你给我这一假辈子 都真不假 像识 是这个脸的 又弱 知道吧 所以强弱 强它有分的 大海 出来 美好剧情 又进来了 即便是这样的情绪 自都不要咬死 你容易 是命运 最好的 安保 不要那么紧啊 你给我 这一辈子 都不相识 连带 就算你的呼吸 也在 欠想之外 请你相信 我给的爱 值得你爱 它基本上 大的框架 就是这样的 你就在这框架 里唱就好了 到后面 它就有一点 递增啊 之类的 那是根据 那个花絮来的 那你可以那样做 也可以不那样做 我只是把它的 这个好的地方 强弱的对比 给你发出来 不是让你完全 去copy它 可是你至少 要有这样的 灵活性 和自主性 你才能够把这首歌 唱好 好不好 我们再来一下 OK 请不吝点赞 打赏 每一片月中不从该隐藏 都需要找到天空去存在 我们都习惯远远的徘徊 却无法习惯被遗忘 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像失恋的爱 相信爱的征途就是新鲜的爱 不会更改是迷远最好的安排 你是我这一辈子又不像失恋的爱 不好 等一下 你这个嘴型 不好 还是很嗲 你的嘴型 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像失恋的爱 你的嘴型是这样的 你的情绪是怎么样 如果你要说你给我这一辈子永不失恋的爱 脸的爱 嘴型要打开 你一直在想很紧的脸的爱 这样子出不来那个感觉情绪不对 还有 像旁人不允许我们的乖 就松掉了 你一定要乖 一定要拉到后面很紧 然后才把它的 没有是松掉的声音乖 气流声音不是声音不是乖 是乖 弱的气声完了就完了 你轻唱好不好 不然你到那我还是听一听还是卡 你给我 从这里把这个歌词找出来自己轻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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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给我 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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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很点 你给我 你 你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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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给我 这一辈子都不像失恋的爱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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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 的 爱 不要的 的 爱 对 的 爱 的 你给我 这一辈子都不像失恋的爱 对了 那尾巴又来了 尾巴又来了 的 爱 爱 爱 不要把那一去掉 爱 就好了 打开 对 结束 对 对 你给我 这一辈子都不像失恋的爱 相信爱 爱 嗯 爱 你给我 这一辈子都不像失恋的爱 相信爱 相信爱的阵途就是星辰大海 美好之奇 你有感情吗 你觉得 你有感情吗 你觉得 你有感情吗 你觉得 或是看来 把情绪放进去 相信 相信 把情绪带进去 不要那么唱歌啊 不要那么为了唱而唱 没有意义啊 情绪走进去 来 go 你给我 这一辈子都不像失恋的爱 张嘴 哎呀你 亲爱的 亲爱的 为了你这个咬字 亲爱的 为了你这个咬字 为了你这个张嘴 我要是跟你面对面的话 我去拿手把你的嘴巴动一下 你这每次老是舍不得张嘴 是啥意思呀 就是该打开的嘴型要打开嘛 再来 这一辈子 永不失恋的爱 这怎么唱啊亲爱的 来 再来 你给我 再来啊 这个情绪 你给我 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 相信爱的长途就是星辰大海 美好剧情 不会更改 你等一下啊 请快回来的 请快回来 你回来 回来 还是有E的音 就是你很多的发音的字 老是往E子那里靠 请快回 嘴 嘴型打开 回来 回来 你怎么回来 你怎么回来 回来 把它打开 回来 你看你的牙齿在里面 还是回来 还是很紧的 回 哎 来 回 来 你就没有 回来 哎 哎 把嘴型打开 回阿来 你唱回阿来 来 回阿来 把嘴型打开 回阿来 你不要断开 一口气 回阿 转不要 吸气不要换不要 口琴一次到位 回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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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回阿 你还是两个动作 我要你一个动作 回阿 回阿 来 回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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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唱一下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啊 你的很多的 你知不知道你的咬字有时候不顺的时候 会是这样子的感受 就是听起来声音很薄 嗯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我们在练歌的时候 每一首歌里面你都有字 过不去 这个很正常 就是说你 你那个一定有字过不去 但是问题是你得总结经验啊 你得自己找出这个症状 对不对 你不能换一首歌 你知道 你 你就是很多东西是换汤不换药的嘛 对不对 你换一首歌你就迷糊了 你就 再换一首歌你又迷糊了 那这个 是什么你知道吗 为什么你会换一首歌会迷糊 你告诉我 有两种情况 一就是你没有根本还是没有理解我之前说的 你如果理解了你就不会犯迷糊 第二 你只是理解了 但是你没有下去自己在琢磨 你有下去琢磨过吗 比如说下课以后 你只是上课的时候跟我上课这样子 你没有琢磨 你知道上课的时候老师提醒你的这个部分很重要 因为就是看老师有没有给你点出来这个问题 但是 点出来之后呢 你不可能当堂在课堂上就完全消化 是有时候甚至你都意识不到 甚至甚至我说的一些话 你觉得啊 听懂了听懂了 其实你可能在我看来 你可能吸收了百分之二十三十 你还插得很远 并没有完全吸收 那你需要下课以后 再反复的想想我说的话 然后再去做实验 去测试自己的字 这样行不行 那样行不行 这样会不会更好一点 我相信你肯定是没有这样的行动 如果有的话 你就不会再遇到下首歌 我看你又变成一个小白又来了 又开始要提醒你 我提醒你没有问题 就是提醒你没有问题上课 可是问题是这样对你自己的学唱的速度 还有就是说你自己的进步的空间和专业度就会有影响 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样 因为你自己琢磨了 就是我告诉你的 是一部分你掌握了 剩下的你自己经过自己的琢磨以后 掌握的东西就是你自己的 才能算是你自己的 现在你变成是一个小baby 我天天在给你 亲爱的吃一口喝一口水 这样子 那你要学会自我检测知道吗 好 但这个歌呢 我觉得高兴的是 我觉得你的律动唱的还是OK的 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只是咬字上 然后刚才我提出的那些在细节的地方 你需要把它弄一下 问题是在你内心深处 你没有对这首歌的你的情感 你根本就还到现在还没有进去 你首先你要理解什么是永不失联的爱 你内心深处有跟某人想跟他 这一辈子都不要失联吗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有的话你就对着他唱就好了 你不要觉得是对着我唱 有的话在你这个音乐听到的时候 你就把你的所有的情绪 所有的感受都放在 就好像眼前这个人就在你面前 你在跟他说话 从第一句开始 嗯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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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在跟他说 然后到后来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样 你就在跟他表达你的情绪 好不好 我们再来一次哦 again 嗯 走电 Wars 每一片与 siempre 不同的影子 都需要涯到天空去存在 哦 宝稍坏了原地徘徊 却无法习惯被依蓝 你给我这一辈子都无限迟恋的爱 相信爱的阵途就是星辰答案 美好剧情不会更大 生命演最好的安排 你是我这一辈子都无限迟恋的爱 何苦残忍逼我把手轻轻放开 心快回来 想听你说说你还在 大的框架是对了 请再回来的琴你慢了已经 好先下去 请再回来的琴你刚才唱慢了你知道吗 请再回来的琴你刚才进慢了你知道吗 OK好往后往后接着往后 每秒都想有你如花 你还是不改呀 每秒都想 你还是每秒都想 每秒都想 你唱的时候还是不改呀 都想想 瞬间打开嘛 再来 你把音乐打开也唱成这样啊 不要一打开音乐就想又来了 每秒都想 每秒都想 有你如花 好 好好好一点 请你相信的杏子 咬字还是不好 请你相信 星 你是杏子 杏 杏 竖起来咬 请你相信 不要相信 这咬字不好听 请你相信 你还是回去了 你不觉得你咬到蛇根了吗 星 星 打开口星 不是星 你知道你唱的是星吗 星 你唱的是琴你相信 你唱的是相信 相信 出去 相信 出去 相识 口腔里面打开一点啊 你慢慢体会吧 反正你咬字呢 经常是咬的 很紧 然后就是 蛇根会勾住它 那个地方 现在这个音 还好不高 你还可以完成 一到 你要是音很高的话 你这样咬 一定是破的 因为是在蛇根 压住蛇根在咬字 所以你要学会放松 所以你在下去练的时候 手 勾住你的这个嘴心 然后给它摁住 然后让 口腔里保持流口水的感觉 你反正做不到 我口腔里要的那种最放松的 流口水的感觉 所以你才会 很紧很紧的在 把它粘在一起 这样 今天下课以后要好好的再去消化思考一下哦 好好好 那我说的你听懂了没 还是听得迷迷糊糊的 还是明白了 做不到 明白了 但是肌肉还没放松 那你怎么样才可以做到放松呢 是下课以后就丢了 就不管了 该干嘛干嘛 再下一课遇到新的歌 继续这样呢 还是要怎么办呢 继续练啊 怎么练啊 没头没脑的练也是练啊 想清楚了也是练啊 把手 把手捂着 捂着之后干嘛呢 捂着之后是要让你捂着练吗 捂着是为了什么 捂着是为了 舌根放松 但是我们最后 也是不捂着手的 那不捂着手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呢 手枪要打开 舌根要放松 捂着手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做的像捂着手的那样呀 不然你做捂着手这个动作有什么意义呢 嗯 好吗 自己消化练习一下啊 这个歌的腰字 情绪 我已经给你分析了这个歌 刚才它是怎么唱的 然后你再好好的琢磨一下 你是可以唱到它这个情绪的 我不是让你完全copy 但是让你得知道 它这个地方 它唱的好的地方 细节在哪里 好不好 好 PKI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的歌唱教学 请支持我的会员专属频道 在那里有很多干货及私密内容 接下来也会持续在这里分享 自学歌唱的方法 歌曲案例分析 也记得follow我的IG和干净世界频道 我们下期影片见 拜拜 拜拜